欢迎大家收看美食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餐厅的葡萄酒可能以每瓶12000英镑的价格销售 一个非阿片类止痛药正是美国所需要的 克劳利一直都很稳定 现在他必须变得贪婪 中国愤怒的投资者通过回复美国大使馆绕过审查 伦敦超过英国 每晚1000英镑的酒店蓬勃发展 请大家收看 餐厅的葡萄酒可能以每瓶12000英镑的价格销售 BBC 稀有的葡萄酒、古董香槟 以及来自伦敦最近关闭的Luggo Rush餐厅的艺术品将被拍卖 拍卖还将包括来自这家位于梅菲尔的餐厅的瓷器、银器和装饰品 Luggo Rush餐厅成立于1967年 立于1974年成为英国首家获得米其林星级评定的餐厅 在超过50年的服务后 他于今年1月关闭 立即这次将于4月举行的拍卖将吸引大量关注和高价近拍 包括戈登、拉姆奇和马可、皮埃尔 怀特在内的著名厨师曾在Luggo Rush餐厅工作过 一个非阿片类止痛药正是美国所需要的 彭博社 Vertex Pharmaceuticals正在开发一种非阿片类止痛药VX548 它可能成为对成瘾性止痛药的替代品 然而 数据显示这种新药在治疗急性疼痛方面并不比阿片类药物更有效 这引发了对该药物商业可行性的质疑 以及医生和保险公司是否会选择更昂贵的选择 而不是更便宜的阿片类药物 然而 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需要对药物价值进行更广泛的定义 新的非阿片类止痛药可能有助于遏制新的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病例的增加 克劳利一直都很稳定 现在他必须变得贪婪 英国每日电讯 扎克 克劳利正逐渐成为英格兰一名稳定的测试赛开局者 自去年夏天开始以来 他在八场测试赛中的平均得分为52分 只有两次被逼出20分以下 克劳利与本达克特的合作也非常成功 在13场测试赛中 他们的开局平均得分为49分 尽管取得了成功 克劳利仍然需要在心态上下功夫 将良好的开局转化为高分 中国愤怒的投资者通过回复美国大使馆绕过审查 彭博社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社交媒体账号 已成为中国公民表达对经济和股市关切的热门平台 大使馆在微博上发布的 关于长颈鹿保护的帖子的评论区 收到了超过53,000条评论和30万个赞 中国网民通常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表达他们对经济或政府表现不满的场所 因为中国官方机构或媒体的官方账号通常禁用评论功能 或只显示选定的反馈 中国共产党已承诺加强对经济事务的舆论引导 并警告负面评论将危及国家安全 伦敦超过英国 每晚1000英镑的酒店蓬勃发展 英国每日电讯 伦敦正在经历超豪华酒店的繁荣 该是正在建设的超豪华酒店数量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地方 十年前 英国首都豪华酒店房间的平均价格约为目前每晚1000英镑1287美元的一半 根据房地产中介机构来访Night Frank的数据 伦敦的豪华酒店市场受益于超高净值个人数量的增长 这些个人至少拥有5000万美元的财富 立即到2027年 这位个人的数量将从2000年的3.7万人增加到37.2万人 欧华酒店的总经理菲利普·拉布夫·菲利普·勒布夫表示 客人的期望已经发生了变化 人们要求在城市中几乎拥有一个豪华度假村 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对父母减税将使保守党在选举中有所复苏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一项新的民意调查 对父母进行所得税减免将有助于提升保守党的选举前景 该调查显示 大多数受访者希望财政大臣在即将发布的预算中减税 英国在对夫妻关系中对双方征税方面与其他国家不同 这意味着对抚养子女没有任何津贴 超过三分之一的父母表示 如果财政大臣宣布重大减税 他们更有可能投保守党的票 而如果给予子女更多的税收津贴 年轻成年人表示 会有六倍的人更有可能投保守党的票 随着投资者纷纷涌入迷幻药物领域 理想主义逐渐让位于制药经济学 多伦多星报 风险投资家和科技投资者正降资金投入到迷幻药物行业 支持那些试图申请专利的初创企业 这些企业发现了类似魔法蘑菇 阿拉斯卡和LSD等物质中的成分 尽管迷幻药物在美国联邦法律下是非法的 但学术研究取得的有希望的结果 引起了人们对这些物质作为治疗心理疾病 创伤和临终关怀的兴趣 这个行业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价值超过100亿美元 但许多投资者现在正在撤资 因为该行业的股票在一系列小公司破产后 下跌了80%至90% 罹患药物研究协会MAPS 作为该行业的领先非引力组织 已经吸引了私人投资者 为其药物公司Lycos Therapeutics提供资金 因为慈善捐款已经枯竭 罹患药物公司面临的挑战是 正在研究的药物并不是新药 因此无法申请专利 而且必须在专业监督下使用增加了成本 避免在2024年尝试这些时尚饮食 而是尝试这些健康的饮食方法 雅虎 你是否曾经遇到过一种承诺快速 短期减肥的饮食 很可能 这是一种你应该避免的时尚饮食 减肥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 如果一个产品或饮食承诺可以做到 那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伤害 而不是好处 就业机会所在 大多数行业的强劲招聘远远超过了高调的裁员 美联社 近几个月来 尽管美国就业市场出现了显著增长 但一些大型公司宣布了备受关注的裁员计划 这些裁员主要集中在科技 金融和媒体行业 这些行业在疫情期间过度招聘了员工 随着经济的正常化 许多公司发现他们不再需要那么多员工 然而 这些行业的裁员规模相对于其他行业持续强劲的招聘来说 仍然较小 直飞葡萄牙马德拉岛 让夏日之旅难以抗拒 加拿大环球邮报 以时髦著称的德雷克酒店 本月将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 庆祝其成立20周年 多伦多德雷克酒店的客人 可以订购最热门的菜单 包括Nano's Meatballs 炸鸡和华夫饼 以及龙虾玉米片 位于安大略省爱德华王子县的 德雷克德文郡酒店 Drake Dallenshire Inn 将于2月24日举办备受期待的 骨仓燃烧器Burn Burner回归 这是一场多伦多与蒙特利尔的 厨师曲棍球比赛 随后是晚餐 每人120美元 由Festos Pristine奶酪精品店 Leandro Baldessori Famigal About the Surrey 和Jenny Kennedy Jenny Kennedy Farm等厨师准备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 一系列的新闻内容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伦敦的Lougal Rush餐厅 即将举行拍卖 其中包括葡萄酒 香槟和艺术品等稀有物品 这将吸引大量关注和高价近拍 其次 一种非阿片类止痛药的开发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可能成为对成瘾性止痛药的替代品 然而 干药物在治疗急性疼痛方面 并不比阿片类药物更有效 引发了对其商业可行性的质疑 接下来 英格兰的一名板球选手克劳利 在测试赛中表现稳定 但他需要在心态上下功夫 将良好的开局转化为高分 此外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社交媒体 成为了中国公民 表达对经济和股市关切的平台 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 再者 伦敦的超豪华酒店市场正在蓬勃发展 预计到2027年 这一市场将受益于超高净值个人数量的增长 此外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对父母进行所得税检联 将有助于提升保守党的选举前景 此外 迷幻药物行业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 但该行业面临着专利和成本等挑战 最后 时尚饮食应该避免 而应该尝试健康的饮食方法 此外 美国一些大型公司宣布了财人计划 但其他行业的招聘仍然强劲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总结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 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什么呀 这些衣社 没有转发